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差点变重的小象 小象活泼可爱 不过 他有个坏毛病 就是好吃乱做 一天小象到附近的村庄去玩 他看见人家有个猪 整天猪吃饭 就是睡着 羡慕起来 小象想 我就比猪多了个鼻子 如果没有鼻子 我不知可以和猪一块生活了吗 想到这儿 他去找长颈鹿医生 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 长颈鹿医生 闷起奥斯里说 手术倒好多 关键是不知不知道你是不是赢猪的生活 嗯 要不你先和猪生活两天 你看这件好吗 小象想这样也好 只是 他蹦蹦蹦 翘翘的 像猪圈走去 在进门前 小象用一包在自己身上住的东一块 西一块的 还好 他成功地混进了猪圈 刚开始 他对自己的日子满意 因为每天什么会儿就不用干 睁开眼睛就吃 闭上眼睛就睡 喝血液呀 可是 时间长了 他发现猪 其实很脏 从来不洗澡 他们的声声散发出真正臭味 咦 这天 主人指着一口就说 嗯 他已经长得够壮了 明天把他杀了 拿到菜市场去卖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哈哈哈哈哈哈 听到这儿 小象早已吓得魂不覆起了 他思想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如果这血流在这儿 总有一天 会能带我被杀掉的 当天晚上 小象蹭起来血掉时 一旦伤腿 往街里跑去 一看就快到家门口了 小象也蒙站了起来 妈妈 妈妈 快开门了 我回来了 小爸爸和小妈妈 终于小象的失踪 而糟糕了 看到小象浑身 都是泥亮子 向妈妈 向妈妈交集地问 海子 你这天天都跑哪儿去咯 小象 我回来了 声哭了 他拱跌着地把事情的经过 和妈妈说了一遍 妈妈 我知错了 我保证以后要做个奇怪的孩子 再也不好吃懒做了 小朋友 如果不付出劳动 光知道贪图享受 最后只能像猪一样 否则让人在山下场 想要活的有意义 给勤劳勤奋才行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 谢谢